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8日 已經是星期五 最近我們看到 很多消息關於英國 英國的通脹率很高 去到破紀錄的9點多 由於美元持續上升 以及加息關係 英鎊匯價也跌到近期的低位 9.35 之前跟大家和網友提及過的9.2就快到了 差不多了 我想9.2就可以分奪入 然後如果再跌就再入 大家如果有閒錢就更換 最近 很多 關於英國的負面新聞 我們看到最新的這兩天 昨晚洗版的 就是牛油 90元一磚 很多人說 生活很苦 尤其是香港巴士的報 星島日報 頭條日報 不斷在那裡吹 說英國 生活困苦到通脹多嚴重 牛油要90元一磚 怎麼生活 怎麼大 這件事 當然是 搞笑的 炒車 我們會看到 英國的牛油 價錢一定比香港的 因為英國是一個奶製品的大國 奶便宜到好像水一樣便宜 三公升的一瓶奶也是 賣 一磅 一磅九五 兩磅左右 20元可以買三公升 香港 一公升就賣你二十多元 是不是 當然香港沒有出產奶或者有十字牌 但是不夠人家多 所以一定不夠人便宜 奶製品不可能便宜過英國 事後被人揭發了 原來人家 90元的那個 是一公斤 其實 他九磅多 是一KG計數 而當時賣的 其實是750克 750克 他是賣七磅多的 7磅多是否很貴呢 其實也不貴 除了 250克也是 兩磅多 而香港250克已經賣四十多元 如果根據這個計法 英國人 做一個小時 平均時薪 最低的工資是九磅 九磅三至九磅半 已經可以買一公斤的牛油 一公斤牛油可以吃多久呢 吃很久 但是香港人就慘了 香港人 最低工資 到底可以買到多少克的牛油 20克也買不到 因為 香港 要賣四十多元 250克的牛油要賣四十多元 即是說 人家做一個小時 最低工資 就可以買一公斤的牛油 香港 要做四個小時 至五個小時 才有機會買到 一公斤的牛油 一公斤的牛油 大家都是相同牌子來計算 香港生活比較苦還是英國呢 其實各有各苦 英國苦 苦在它的物價 普遍都是貴 除了 剛才說的那些食物 它自己出產的 豬肉 肉類 牛肉 豬牛羊 雞鴨 雞鴨 豬牛羊 雞肉 就很便宜 比香港有很多 一隻燒雞 消熟的 Costco賣3磅99 4磅 不用 30多元買一隻燒雞 已經相由很飽 如果你是一個人吃 那隻燒雞的話 我相信 你全天都不用再吃其他東西 只有這隻燒雞夠你吃一天 當然英國有其他地方就是交通費貴 歐仔貴 出街吃是貴的 自己煮便宜 香港生活是兩回事來的 今天早上 小碑也有說 Johnny也有說 我們想跟大家說說 除了醫單之外 梁振英 他也炒作 萊斯銀行 公開說 他們大多數客戶的存款原額 只有港幣4800元 即是500鎊左右 每個人都沒有錢的 同時 有經常性債務問題的客人 在過去六個月上升了三分之一 即是說他的客人 大部分都是窮人 大家終於明白英國為甚麼有BNO計劃 因為英國人的艱難日子還在前面 英國人很窮 所以 他們就放香港人過來 等你香港人過來一起捱窮 當然不是 他的意思是說 英國沒有錢 想給香港的有錢人去扶貧 他是想說這個意思 我們 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最近的藍莓一連串的攻勢 究竟他們為了甚麼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三個呼籲 第一就是 按閃電 Pi幣 據說明天可以上市買賣 如果賣到10至15元也不錯 我 兩部手機加起來也有 接近200個了 其他朋友 應該不止 應該多過我 因為我自己經常忘記按 當然Johnny那個會比較多 我會問他多少個 另外第二個呼籲就是88 續了租一年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他 第三個就是我們跟VPN公司PIA合作 VPN 聽起來好像香港人不需要 大陸人才需要 但是 香港人接下來也有機會 因為我們基本上受了很多打壓 我們的Youtube 很多訂閱我們的朋友 他們說收不到我們的通知 收不到Youtube的通知 而且 我們最近大家都看到 我們的view 其實是跌了很多 為甚麼 以前移動了十萬八萬的 為甚麼現在 那麼低view 就是那個演算方法 很多時候我們賣不了廣告 迫著有些沒有標題 大家分享不到 另外 他也不推薦我們的影片 其實真的是受到他很大的打壓 所以 我們這些影片 過十萬的 很難才有 一、兩條過十萬 當然累積就有 比如五、六萬 七、八萬 所以 我們也是遭受到 不少的不同程度的打壓 當然經常和標也是 亦都說了 傑仔 豬豬他們做的節目 他們做的新聞 幾乎全部是和標 這幾個月來 長期都是 虧視狀態 如果計算他們的數 所以 我們希望 繼續做好一點 跟他們說他們做更新的 即使沒有廣告收入 也希望提供多些資訊給大家 繼續說回藍媒問題 現在的港共 例如梁振英 巴士的布 星島 頭條 等等這些藍媒 不斷地 就是踩英國說英國多好 怎麼不好 怎麼困難 香港人過來 大律師也沒得做 要去執貨 要去做超市 甚至乎是收銀 又或者 做清潔等等 非常慘 說真的 如果你 來到英國 你認為可以做回香港的工作 其實是不現實 因為 很多英國的工作 你在香港做開的 在英國做不到 而且英國的人工 很多 工種是比香港低很多的 有些只剩下三分之一 例如醫生 律師 或者教師 一定沒有香港那麼高的工資 所以 這班 譬如說 專業人士 教師 醫生 律師 等等 他們付出其實是很大 甚至是犧牲很大 為甚麼他們也要過來呢 當然是因為自由 因為 金錢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孤 兩者皆可拋 不單止是自由的問題 而且 也是 我們看到英國政府 很明顯對香港人 是真的當你自己人 不是像香港政府 現在香港政府 不當香港人是自己人 大部分 藍絲除外 但是 為甚麼梁振英這班人 港共政權 不為餘力地 炒作英國生活很困難 大家不要去英國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很多很多香港人 過了英國 對這個特區政府已經構成 很多壓力 甚麼壓力 是走資 人才的外流等等 而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這班藍絲 這班 土共系統 其實他們的朋友圈 是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因為以我們所知 最近多了很多藍絲移民 有些藍絲過來開群組 然後裏面就專門說吃喝玩樂 只是說買樓 小孩子讀書 只是關心那些 一說政治話題 他們就說不說 然後就吵架 很明顯是藍絲 多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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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領的群組 所以 我們是看得到 他們身邊的朋友 很多都過了英國 而我們以往 也都認識一些藍絲 反了面之後 當然沒有聯絡 但是 除了黃絲 除了藍絲之外 也有藍絲 才認識的 比如說在朋友圈中 經常有藍絲 他們說起 他們就會在朋友圈中說 那個人 平時很愛國的 誰知道 BNO出了第一個移民就是那些人 藍絲 一直都是這樣的 以往的藍絲不是跟你說愛國的 是跟你說有好處 而且他們崇洋 眉外的這個傳統 是很突出的 例如 典型的藍絲叫梁振英 因為當年他也是來英國 然後他老婆在英國出生 在英國長大 他全都送來英國讀書 林鄭月娥全都在英國 這群人根本 他們藍絲以往 從來都是對英國很崇拜的 打算退休了 打算死在英國 打算移民來英國歸世界 打算死也要死在英國 他們從來沒有想過做中國鬼 不過現在 有BNO那些就全部可以實現他當年的願望 不過 梁振英 或者 退休了的香港公務員 這些人 現在沒有辦法來英國了 所以 他們那種心中的仇恨 他們 要不斷出來抹黑 我來不了 我也不想你們來 不過可惜 事與願為 真的大量的藍絲 跑了來 他們的目的就是希望 製造一些輿論 讓那些藍絲 不要走啊 英國的日子很苦 當然 這些藍絲 是不會相信他的 因為 什麼也好 身體是最誠實 腳是最誠實的 他們 他們用腳投票給你看 他們到底信哪裏 你跟他們說 牛約多少錢 人家不知道嗎 你跟他們說這些是沒有用的 你跟他們說 梁振英說萊斯銀行的人很窮 那些存戶沒有錢 欠債 沒有用的 是不是 你阻止不了那些藍絲離開香港 他們 接下來會不斷做這種小丑動作 但是 只能夠 繼續出醜 這段時間先說到這裏